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如果有什么生活上的困苦和不绝的地方 欢迎给我们留言 让我们一起在阅读中变得更好 于敏红先生曾经说过 想要知道你今天究竟值多少钱 找出你身边最要好的三个朋友 他们收入的平均值就是你应该获得的收入 朋友的价值就是你的价值 一个人若是武松这样的绿林好汉 他的朋友就是同样身为狭义知识的张青 一个人若是西门庆那样的发际无赖 他的朋友就应是伯爵 泄息 大等乌合之众 前者可出生入死 肝胆相照 后者不会落井下石幸灾乐祸 以示万幸 选择朋友就是选择自己的命运 不是所有人都适合做朋友 人到中年 身交四种人 绝交三种人 身交四种人 第一种 坚定厚道的人值得身交 鬼谷子曰 言中行仪 秉至无私 施不求反 情中而察 冒着而安者可以深交 说到做到 心智坚定 施安不图回报 心性忠厚稳重 外表厚道不张扬的人可以深交 精明固而好 但是玩弄小聪明的人 远不及厚道的人踏实可靠 在当今这个利益至上的社会 厚道老实的人总是不太显眼 却是朋友的最佳人选 厚道之人心清如水 和这样的人相处并不累 还会让人倍感安心 厚道的人善良而懂得感恩 和他们相处 付出的真情不用担心被利用 付出的善意也不用担心被伤害 只要是真心相待 就能换回真心 这样的朋友交得最放心 第二种 积极进取的人值得深交 龟姑子曾说 事变而能致孝 穷而能达 错身立功而能遂者可以深交 一个可以理性而迅速地处理事故 就算身处困境 也能积极进步 成就事业的人值得深交 交朋友也是要看能力的 一个积极向上的人也会引导着朋友积极进取 一个阴霾悲观的人也会连累朋友满面愁云 能在失败中获得成功 在绝望中找到希望的人是了不起的 他们的内心充满了希望和活力 有着更强大的心态和更优秀的执行力 和这样的朋友同行 就算你面前就是悬崖峭壁 也会有人鼓励你逢山开路 遇水搭桥 和这样的人交朋友注定受益一生 第三种 品德高尚的人值得深交 鬼谷子说 富贵公俭而能威严 有礼而不交 约有德者可以深交 如果一个人原本很有钱 却还能安然地过简朴的生活 这种人意志坚强 可以正确看待利益 做金钱的主人 如果一个人拥有权势和地位 却从不仗势灵人 骄傲自满 反而谦和有礼 这种人本身就是品德高尚 值得交心 名利二字最考验人 品行不够庄重的人 很容易就会被这些身外之物所奴役 做出各种骄横的恶行 真正品德高尚的人 就算是拥有了名利和地位 待人接物依然会彬彬有礼 这样的人无论是内在的品行 还是外在的能力都很优秀 身交使人终身受益 第四种 学会管理情绪的人 值得身交 鬼谷子曾说 隐约而不赦 安乐而不赦 熏劳而不变 喜怒而有度者 可以身交 处境艰难而不畏惧 生活安乐却不交涉 就算是功勋卓著者 也不改变初心 喜怒哀乐都能适度的人 是可以身交的 懂得控制和经营自己的情绪 是一个人最实用的能力 不懂得管理自我情绪的人 经常为自己的喜怒哀乐所累 容易成为情绪的奴隶 真正的聪明人 知道该怎样合理宣泄自己的情绪 怎样给自己一个健康的心态 去面对自己的生活 这种人的情伤很高 自制力和抗压能力都很强 可以成为我们交往圈子中的榜样 绝交三周人 一 言行不一的人最好绝交 鬼谷子曾说 言行不累 始终相搏 外内不合 而立假节 已敢视听者 必须绝交 如果一个人言行不一 嘴上说得天花乱坠 却从来都不在行动上将自己的漂亮话付诸实践 这样的人只是在蒙蔽视听 最好绝交 春秋时期 子贡曾经向孔子询问 什么样的人才是真君子 孔子回答他 先行其言 而后从之 一个人若是时常说到做不到 对自己的言辞毫无责任感 这样的人必然是不可靠的 和他交往一点安全感都没有 孔子还曾说过 巧言吝啬 先以人 明明事实就摆在那里 还要用花言巧语来欺骗别人的人 是最心口不一 脸上强言欢笑 心里指不定就在算计别人 相由心生 言是心生 真正抱着善意的人 不会玩弄口舌 而不付诸行动 那些蛇灿莲花 满脸堆笑 却从不付诸行动的人 还是绝交为妙 二 为力仕途的人最好绝交 鬼谷子说 若饮食以轻 祸落以交 损利以合 得其权欲而隐于物者 必须绝交 如果一个人就是喜欢结交酒肉朋友 和朋友一起贿赂谋利 专做那损人利己的恶事 那么这种人最好绝交 一旦涉及自己的利益就立马翻脸的 这就是孔子所说的 欲于利的小人 在这些小人眼里 不择手段的追逐利益 才是他们毕生的目标 对他们来说 没有真心的朋友 只有可用的工具 如果不想被当成工具 那就最好远离这种人 当你对一个逐利的小人 没有利用价值的时候 他们只会踢开你这个朋友 甚至为了谋取更多的利益 反咬一口 如果身边出现了这样的人 绝交才是最明智的 三 贪小便宜的人最好绝交 鬼谷子曾说 小知而不大解 小能而不大成 归小物而不知大伦者 必须绝交 一个心眼里只有小便宜 为了一点小小的利益 就可以计较数天 甚至几年的人 能绝交是最好的 我们常说 心有多大 你的舞台就有多大 这种人的格局太小 眼光太短浅 心胸也太过狭窄 他们往往资助必较 吃不得一点小亏 哪怕只是一件小事 也能成为他们 杜恨一个人的理由 一个贪图小利的人 心里只有自己 和自己的利益 至于朋友 他们根本不会真诚对待 有一句古讯叫做 斗米恩生米仇 交往一个贪图小利的人 他们只会一味地索取 对你的所有付出 看作理所应当 甚至将你的善良 视作愚蠢 这样的人不绝交 留着也只能在 人生道路上 拖我们的后腿 现在网络技术 非常发达 我们的社交软件里面 也都有着 长长的朋友列表 手机通讯录中 现实生活中 也有不少的朋友 可以陪伴我们 这是一个 海内存知己 天涯若比林的时代 我们在享受 社交生活的同时 也该想想到底谁 才值得被我们当作 至交好友 虽然我们和鬼谷子的时代 相隔千年 我们身边那些心术不正的 小人和宽厚仁慈的君子 依旧是鱼龙混杂 真假难辨 选择值得深交的朋友 就是选择更加光明的人生道路 当我们面临友谊的抉择 不妨默念这句古语 尽朱者赤 尽末者黑 好了 今天分享到这里 如果你也喜欢这篇文章 请点击订阅与分享 也可以在评论区留下你的看法 让我们一起在阅读中 成为更好的自己 感谢您的收看 我们下期再见